大家好,我是Stan 德国的一位主持人 因为种族歧视 庞谈创乱弹的发言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2月24号 庞谈出演了著名音乐节目 MTV Unplugged 也在节目中 cover了英国著名音乐台 Cord to Play的Fix You歌曲 但是在第二天2月25号 德国的广播电台 By Aaron 3的一位主持人 Mathias Matuskic 却指责了庞谈唱的这首歌是 也就是侮辱了原唱歌手Cord to Play 甚至还表示 因为这个你们BTS可以到北韩去度假20年了 还接着说 BTS就像是新冠病毒的缩写 希望能有治疗他们的疫苗 最后还不忘了护航一下自己 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也拥有韩国车 并不是歧视韩国 但是马上就被打脸了 在庞谈表演了Pix You舞台之后 原唱歌手Cord to Play在官方Twitter 用韩文写了 Adam Down称赞了庞谈的cover 而美国多家音乐杂志也称赞了这个舞台 庞谈的 在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全世界的粉丝们都集体指责 这位主持人的种族歧视 因为正义越来越大 广播电台透过官网上传了道歉文 主持人只是对于BTS cover的Pix You 表示了个人意见而已 但是那个发言让很多人感到种族歧视的部分 深感歉意 他并不是有意的 主持人明确直率地提出意见 就是这个节目的特点 嗯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庞谈cover了Cord to Play的歌 原唱Cord to Play以及多数媒体称赞了这个舞台 而一位德国主持人却表示 就算原唱歌手公开称赞了庞谈 自己还是觉得庞谈是侮辱了原唱歌手 因此庞谈可以去北韩度假了 BTS是新冠病毒的缩写 需要疫苗来治疗 而这一切 都只是明确直摔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 并不是歧视 哇哦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最近不正常的人太多了 也不觉得惊奇了 甚至在网络上看到 他的车也不是韩国 是日本产的 这素质也能做主持人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利用防弹来种族歧视呢 垃圾哪里都有 有点过分了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 绝对不要当这种种族歧视的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MAN 男团ATG将在3月1号以新专辑回归 BerryBerry将在3月2号以新专辑回归 MC萌也将在3月2号以新专辑回归 男团IQOOL将在3月3号以新曲回归 男团BTC将在3月8号发表新专辑 3月10号WishMV将以收录6首歌曲的 迷你专辑回归 人气乐团Berjie将在3月10号 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并公开了概念照片 Cube娱乐表示 男团Pentagon将在3月15号 以全新专辑回归 WishMV将在3月15号以第一张专辑正式回归 3月16号男团Myst将以四人组合回归 CubeJunior将在3月16号以正规第十张专辑回归 好像连续好几个月都有接受CubeJunior的回归 所以更加期待 新元女团Weekly将在3月17号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Pentagon 选娱乐表示 CubeJunior将在3月17号以新专辑回归 并公开了预告照片 还有将在3月中发表新专辑 这次的回归是继正规第四张专辑Palitia之后 时隔4年多的正规专辑 目前已公开了预告照片 最后就是PlayPink如今 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会在3月回归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